其实美国的好多老百姓看中国气球飘过来的或者是什么样啊 美国人美国人觉得很搞笑的你明白吧 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喜剧 美国觉得太好玩了 但你如果是气象气球那美国觉得随便飘吧 失控了如果你说间谍气球 你都什么年代呢你还拿什么这玩意儿侦查我 美国都觉得你咋这么愚昧呀 就是就没把你当回事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下美国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的看世界 美国这个国家看世界感觉就像外星人看地球人一样 许多人 我举个例子吧 因为美国的实力跟别的国家 全世界加起来都没有美国实力强 军事上就别提了 美国8000亿美元军费 我就说经济 前几天我不是视频里面还讲的经济 世界前100大公司 美国占了60家 世界前10大公司 美国占了8家 这差距得有多大 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太大了 这真的是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好 这些公司的市值加起来美国是21万亿美元 中国呢 只有2.5万亿 英法德 七八千亿吧 日本2000亿 台湾5000亿 韩国 也是五六千亿 为什么 日本 日本只有一家企业 一家企业 丰田进入了 前100大 市值2700亿 韩国就是三星 SK 台湾台积电 排名世界第八 欧洲呢 从中国也 当然排进去十几家 中国大量都是那种巨如霸的 这个叫国企 国家银行 国家能源 国家通讯 就那种啊 那欧洲呢 欧洲基本上就 简单说也不行 英法德 英国最大的 最赚钱呢 撬牌石油 然后 法国卖几个奢侈品 德国卖几辆汽车 基本是这样 这个欧盟 所以卖几辆会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其实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他的经济实力 也不行的 就从经济实力上 差距太大了 差距实在太大了 根本就无法想象了 他完全不像说我们GDP那种 前100大 企业 台积电 台积电市值5000亿美元 超过欧盟 所有的国家的那个市值 就是台积电啊 三星也是 三星3400亿 超过了欧盟几乎所有国家 他们最厉害的企业 就根本我这么讲吧 其实欧盟 其实欧盟他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性 不叫主导性 影响力包括日本对世界的影响力 急速下降 急速下降 韩国台湾他对世界的包括中国吧 这一块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力 急速上升 但即使他们上升了 但即使他们上升了 他们跟美国呢 依然无法相提并论嘛 因为美国 一加 他的 市值占到21万亿 就是 前100大 中国只有2.5万亿 就怎么讲 其实中 美国从美国的角度 美国的国家看外国 觉得你全加起来都打不过我 都没有我厉害 还没有我一半强呢 就这种感觉 就整个就是超然存在 就跟你打游戏了呢 你已经到顶级了 剩下的别的那些对手 幼儿园还没毕业呢 就这种感觉 完全是这种感觉 就太强大了 所以我 我举个例子啊 就认为讲美国对这个 威胁 就外国威胁美国 然后美国就觉得很那个 感觉到巨大威胁 一说中国俄罗斯 伊朗 朝前什么 其实美国看他们 不要说他们是威胁的 全世界加起来都打不过美国 全世界加起来对美国没有威胁 没有任何威胁 就是 美国基本上到了那种 懒得理你 就是那种 觉得跟你耍猴那个地步 理解的意思吧 就下根就 就看不上你 等一下 隔壁呢 隔壁有几个人在看拳击比赛 拳击比赛直播 他这个拳击比赛 这也是美国体育产业 是个大产业 想了不用想 美国是世界第一 其实美国看中国或者是看别的国家 欧洲啊 日本啊 或者什么 就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 美国更多的是那种 你可以讲就是压根看不上 或者是看不起 或者 就压根不觉得你你能对我怎么样对我怎么样就理解的意思吧 包括俄罗斯中国那就跟别人那就对对他而言根本就 啥都不是就那种 就那种境就有点我是一万富翁 你还是个 开一个小店的 对不对 我已经是比尔盖茨 马斯克 郭台铭这种级别的了 理解那个意思 让你还是 去那个送外卖或者是 打打餐馆或者 好不容易上一个班那种 你说你对他对那个郭台铭 对 我问你你对郭台铭你对马云或者你对那个比尔盖茨有什么 威胁 没有威胁 基本就是这样 不就我看美国这个心态他基本就是这心态 他 比如说吧我跟他当会员视频我是这么讲啊 你看那个当然公开的视频我肯定要讲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很生气呀 政府什么中国气球飘过来了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美国要反击呀什么 其实美国的好多老百姓看中国气球飘过来了或者怎么样啊 美国人民美国人觉得很搞笑的你明白吧 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喜剧 你理解 美国就说这太太好玩了 你理解那意思吧 所以你是 但你如果是气象气球那美国觉得随便飘吧 失控了 如果你说间谍气球 你都什么年代呢 你还拿什么这玩意儿侦查我 美国都觉得你咋这么愚昧呀 就是 就相当于那个非洲野人呢 你开个战斗机 那非洲野人拿弓箭打你 就这种感觉你理解那意思吧 就差距太大了 就人家 就没把你当回事 真的 没把你当回事 包括 这么讲吧 美国包括什么 二战时期的苏联啊 二战时期的德国啊 日本啊 还有后来的苏联 跟美国的差距太大了 就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 各个方面 差距太大了 你向生活水平 现在的美国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美国生活水平最高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生活水平最高 冷战时期 那真是吊打吊打整个世界啊 苏联根本就 摸不着尾门 苏联连的尾灯都看不到 对不对 那为什么苏联还存在 因为美国没有直接从地面进攻 苏联 就像现在美国没有地面进攻朝鲜一样 但你认为朝鲜跟美国能比吗 理解的意思吧 就苏联其实它在军工领域 军事上啊 许多人觉得经济确实不如美国 生活水平都不行 但苏联军事可以啊 其实苏联军事跟美国的差距 也很大 到底有多大呢 美国已经七十年代F16了 七十年代美国已经F16 苏联还是那个 米格 米格系列战斗机呢 你想想一下 你想想一下这个差距有多大 你想想 美国这航空母舰从一九五几年 全是一九六几年核动力 苏联有核动力航母吗 就整个他这整个军事上就完全是差距太大了 科技太落后了 所以说吧 美国真的是独物求败了 就没有敌人 就是烦恼 你知道吧 就没有敌人 这国家真的是 痛苦啊 你理解那个意思吧 就像你打游戏 这里面所有的那些敌人 全被你打败 随便一打就打败了 没有任何 那种刺激性 挑战性 你觉得这没意思 真的 这游戏设计的都没意思 现在美国在地球上 处于这个状态 处于这个状态 就是 就没有敌人 没有对手 你们全部加一起 赶 赶不上美国 你这家伙真的是 哎 经常有人问我说什么 这国家跟美国打起来会什么样 这个国家跟美国打起来会什么样 没法比 没办法 你不像澳兹大战 德国跟英国打 最后会有什么什么 你比较一下 如果德国跟法国 如果德国跟俄罗斯 或者什么呀 或者100年前啊 你看那个日俄战争 然后 英国跟澳战时候 太平洋战争 还有 太平洋战争已经不成比例了 澳战的时候美国一参战 整个就不成比例了 主要是在一战之前的 人类那些战争 你研究啊 你还觉得有点悬念 这两个到底谁会打赢呢 就实力差距不大 理解理解的意思吧 一会儿这边弄个反法联盟 一会儿这边又呢 搞了什么 就是 法兰西 拿破仑又开始打了 然后 奥兄帝国又开始弄了 欧洲啊 然后英法又什么殖民地战争又来了 就整个就给你感觉 很精彩 澳战之后吧 这美国 独霸世界 实力差距太大 没有对手 没有悬念 就没法说 你知道吧 美国打韩战 韩国人 要移民美国 美国打越战 韩国人 越南人移民美国 对不对 美国人打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人移民美国 美国打伊达克战争 伊达克人移民美国 黎巴嫩人移民美国 现在美国打这个参与了美国实际上已经参与这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移民美国 所以吧你说 美国就 没有对手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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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百位 happen interviews 初次